大家好,我是阿聪 上次有网友留言 对乳酸育脂有兴趣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谈乳酸育脂前 先来了解乳酸的产生 当人在激烈运动中 因为肌肉无法获得足够的氧气 或者有氧代谢系统 提供能量速度 跟不上肌肉使用的能量速度 就需要增加无氧代谢 来满足额外的能量需求 而无氧代谢就会产生乳酸 这就好比一个肉斗 当进砂速度大于出砂速度 乳酸就会持续产生 汗堆积 何谓乳酸育脂 这是一个人在稳定状态下 进行有氧运动 不会感到疲劳的最快速度 乳酸育脂 在持续增加运动强度过程中 血液中乳酸浓度上升趋势 会出现转折点 由最低强度至最高强度过程 共出现两个转折点 LT1和LT2 乳酸育脂可将运动强度分为三个区域 第一个转折点 LT1 称为有氧育脂 低于此育脂的Long1运动强度 主要是以有氧代谢的方式产生能量 运动时会消耗碳水化合物 和脂肪来产生能量 乳酸会透过氧化作用被移除 较不容易堆积 如果是长期有运动习惯的人 可以保持这个运动强度数小时 这也是一个可以边运动边说话的强度 这个区间有很多的名称 例如轻松跑 一强度 LSD 在运动强度超过有氧育脂后 进入Long2运动强度 能量代谢平衡开始产生变化 有氧代谢产生的能量 已经不足以提供当下运动所需 因此无氧代谢供应能量比例逐渐增加 无氧代谢透过糖解作用 分解肌肉中储存的糖类 能快速产生能量 同时乳酸移除率下降 使乳酸浓度持续上升 这区域的强度 可以称为N强度 也就是马拉松配素的强度 若强度继续增加 则出现第二转折点 LT2 称为无氧郁脂 是乳酸达到产出 及移除的最大平衡状态 又叫最大乳酸稳定状态 当强度高于此郁脂 进入Long3运动强度 乳酸将大量的累积 主要来源为无氧代谢 无法长时间持续 像T强度 长间歇 节奏跑等 或较高的I强度 亚索八百等 都是在这个区间 跑超过LT2无氧郁脂的强度 才有办法刺激到身体无氧能力 希望这个影片能帮助大家 更清晰地了解乳酸郁脂 最后讲了这么多的强度区间 在正常训练来说 体能要持续进步 身体是需要多样强度刺激来提升 当然各种训练强度的比例 可以依照每个人的工作 生活时间来安排 体能就会慢慢不断进步 观众朋友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开启小铃铛